金牌羽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失、散寒濕、解勞累、萬寧獨賣 林兆濱先生的專欄《解馬新香港》 搞熊貓經濟不如搞港產片經濟 建制陣營繼續吹奏所謂熊貓經濟 親共媒體報導相互推出熊貓產品大動生意 商場以大熊貓做主題佈置 另有不學無術的議員建議將大熊貓打造成所謂的明星 根據Google趨勢的香港地區數據 在YouTube平台上 河馬在過去90天的熱度超越熊貓 比例為42比25 似乎河馬才是明星? 數據不會說謊 河馬今年首五個月在YouTube近乎零熱度 而熊貓在港府吹奏熊貓經濟前一直有一定熱度 不過由今年五月起河馬突然爆紅 在七月起逐漸超越熊貓 原因當然與今年五月東張西網播出的 河太可白事件有關 網民棄稱它為河馬 由五月起河太在YouTube上的熱度遠超MIRROR、 江文慧、林明晶等人氣明星 上升趨勢仍未減退 河太真人蘇熱潮在香港社會不正常一面的側寫 YouTube人工智能演算法為了廣告費而推波助 同時也反映出大量香港人已不太關心政治、政策、時事等沉悶的話題 只想取笑和周媽河太可白關心他們何時被捕 當中包含難以被量化的反中共和反大陸人的情緒 現時網上免費娛樂氾濫、劣幣驅逐良幣 導致電影業低迷 正如每日都有大量批評河太的評論影片 搶走了觀眾一定的時間 李家超早前說香港正經歷經濟轉型期 他或許部分正確 例如電影產業的確進入了寒冬一段長時間 片劇及導演陳慶佳近日在電台節目上透露 現時只有三部港產片正在開工 大陸經濟差 越來越少北水南下投資港產片 最近多出新戲的預告片都顯示出 有香港政府融資或資助 而他們都是小品電影 電影公司不敢冒險投資 例如高鮮自從2011年沿路山哥落後 未有再投資港產片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賺不到錢的行業自然走向衰落 原來數年前的明日戰機 毒舌大狀正義回廊 不是小陽春 而是回光返照 不過我認為香港電影 仍然是香港最大的獨有優勢 例如最近十一場假期 無數大陸遊客到由麻地警署門口打卡 因為那處是香港電影劇集的經典景點 我聽過一個笑話 現在的大陸遊客很愛香港文化 因為他們這麼窮困都要來香港觀光 以前大陸遊客只愛名牌 並非愛香港 中國大陸有14億人口 若有1%人熱愛香港流行文化 都有1400萬人 比香港人口還要多 這個解釋了為何TVB過戲藝人到大陸唱歌 就算唱得很難聽 例如淘大雨也有粉絲擁大 九龍城寨之圍城 和最近獲提名台灣金馬獎的多出作品 都證明了香港電影業 就算由以前龐大工業村 變成近年的手工啤工場 仍可以衝出國際 流行文化是最好的宣傳品 例如愛國人仍記得李小龍和成龍 香港政府應該大搞港產片經濟 加強融資拍攝更多港產片 同時保育舊港產片的經典場景 以吸引遊客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志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 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